不小心不到資助學額課程的學生都會報讀自資學額覺得是一條出路 誰知大批學生讀完就慎債 有政黨調查就指出 本地78個自資學位課程平均學費達到近6萬元 兩年製的銜接學位課程平均首年的學費更加要65000多元 雖然自資課程都可以申請助學金和貸款 不過在學金就有上限最多可以領取65000多元 只是等於一年的學費 剩下的學費就只能向政府借貸來交學費 好像今年26歲的林詠琦中午會考只得1分 所以先後報讀了藝進課程 再銜接副學士先修和副學士課程 負債年息近20萬 現在她月入12500元 但每期還款6000元要還到36歲 令她生活負擔很重 這個貸款的錢佔我這個濕其實都頗高 我每月都要預十分一多些的錢來還這個貸款 其實都比較吃力 都其實真的不可以再談及去存錢去做任何事情 可能是將來的打算 若有學生讀了一年的自資學士課程之後覺得不適合 再報讀了兩年的副學士課程 負債已經近20萬 明年會升讀三年的大學課程 預計畢業總共要還30多萬 她埋怨現在非資助學額的學生 很難向政府申請低息借貸 家裏沒有資金讓我繼續讀書 但又很想讀我 所以唯有被迫要借浪費 其實是否借不到關東 因為關東的制度其實是很不公平 因為她對UGC的同學和副學士的同學 申請關東的準則是不同的 他們促請政府應該增加大學資助學位 並可以參考外國的例子 放寬專上課程學生的資助 ONTV 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